五大冲超热门再聚首 横峰、亚太赢挑战 这一对冲超前景一片大好 随着比赛不断的推进 本赛季的中甲联赛已经逐渐临近尾声 在联赛仅剩四轮比赛的情况下 被誉为本赛季的五大冲超热门球队 再次聚首占据积分榜前五名的位置 而仅有的两个中超名额争夺形势也将变得更加严峻 前三名的球队目前占据微弱优势 但横峰、亚太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将赢挑战 而黄海冲超前景一片大好 不得不说 本赛季中甲联赛的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激烈 直到联赛进行到第26轮 冲超的形式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悬念 在过去的26轮比赛当中 本赛季的五大冲超热门球队一路走来可以说是磕磕绊绊 但随着比赛不断的推进 在联赛临近尾声之际 五大冲超热门球队又再次相聚 并占据积分榜前五名的位置